一只小猫正在墓地上不断地跑土 无论旁边的人如何制止 它也始终没有停止动作 猫咪向来谨慎胆小 它们会收敛着自己的情感 但它们并不是铁石心肠 与主人朝夕相处之后 它们也会慢慢敞开心扉接纳主人 表达出自己浓浓的爱意 如今选择饲养猫咪的家庭越来越多 猫咪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家庭成员 享受着家人们的贴心关怀 这只小白猫也不例外 它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很多年 早已与主人埋下了深厚的羁绊 然而世事难料 它的主人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小猫咪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心底的悲伤瞬间爆发出来 主人的离去带给了它沉重的打击 它始终无法接受事实 直到主人下葬之后 它才明白 那个疼爱它的主人 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那些温馨的时光 从今以后只会存在于它的脑海中 但它还没来得及与主人道别 小猫咪趴在墓地上 悲痛地回忆着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 接着它开始动手跑起了泥土 只为了再见主人一面 此时站立在周围默哀的亲属们 看到猫咪的动作之后 悲伤涌上了心头 他们又何尝不想再见到亡顾的亲人 但这么做是没有意义的 对待这份思念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彼此间的回忆 封存在脑海中 生活总是要向前迈进的 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中 并不能换回亲人 于是大家伸出手 想带这只小猫咪离开这里 或许此时应该让它冷静下来 然而 面对大家的阻拦 猫咪并不愿意离开 它甚至直接躺在了地上表示抗议 等大家移开手后 它又爬起来继续刨着土 不论大家怎么劝阻 小猫咪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众人也被它们之间深厚的情感所打动 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相机 为它们拍下照片 纪念着最后的诀别 眼看着葬礼即将结束 小猫咪却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 大家只能不断地安抚它的情绪 无数次地想要带它离开 但都是以失败告终 小猫咪跑了许久 或许是太过悲伤 它的体力已经耗尽 尽管它的动作越来越迟缓 可它依旧还在坚持地挖掘 它始终坚信 只要继续挖下去 就能再次见到主人的笑容 直到它彻底泪倒 亲属们才成功将它抱走 小猫咪对主人的深情 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然而这样的事迹数不胜数 另一只白色的小猫咪 跟着主人度过了二十年的光阴 陪伴着主人一同老去 最终主人先走一步 率先去救了天堂 主人走后 小猫咪茶饭不思 它每行走两步 都会发出一声悠长的哀鸣 仿佛在倾诉着心中的思念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它完全没有碰过碗里的食物 也根本没有喝过一滴水 它只是在家里慢慢地走动着 脑海中回忆着 与主人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 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两天后 凌晨时它闭上了双眼 再也没有醒过来 它最终如愿以偿 陪着主人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 家人们看到猫咪如此的深情 便决定将它与老人葬在一起 于是他们准备将猫咪火化 让它永远陪在主人身边长眠 两天前老人离去时 曾交代过家人们 一定要照顾好猫咪 可谁知猫咪发现主人不在之后 竟双眼沾满了泪水 并且开始拒绝进食 它的叫声也变得反常起来 直到现在大家才明白 它是在和这个家做最后的诀别 用了最后两天的时间 它把家里的每个细节 都刻画在了脑海深处 最终在凌晨进入梦乡后 它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去往另外一个世界 与主人团聚在了一起 家人们带着猫咪 来到宠物火化中心之后 从事丧葬工作的王先生 被猫咪和主人之间 真挚深厚的情感打动 他亲手帮猫咪梳梳理好毛发 进行了火化事宜 这也是他从事工作的八年以来 遇到的最为印象深刻的故事 老人出病当天 王先生亲手将猫咪的遗骨送到了车上 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最终猫咪成功与老人合葬在一起 都说猫咪非常吝惜情感 但它们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 它们会把彼此间真挚的情感 埋藏在内心深处 猫是情感细腻的动物 主人付出的一点一滴 它们全都看在眼里 深厚的感情 是无法用任何词罪来形容的 希望天下所有的猫咪 都能找到理解疼爱自己的主人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画面中 女人抱着一只巨大的猫 为什么说是巨大的呢 因为这只猫的头 竟然比人类还要大 女人就像抱了一只庞然大物 若不了解这是一只猫咪的话 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狗狗 这只猫到底为何有如此庞大的身躯 猫咪因其古怪精灵的外表 和活泼的性格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和狗狗一样 是非常受欢迎的宠物 我们常见到的一般是中小型猫咪 非常适合作为伴侣在家中喂养 但在猫中有很多不常见的品种 猫咪也有各种不同的体型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 是几乎会被认为是狗狗的巨型猫咪 住在俄罗斯的尤利亚米尼娜 从小就对猫咪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父母一直不同意 在家中喂养一只猫作为宠物 理由是年幼的尤利亚 没有能力照顾好一只小猫 而现在尤利亚已经成年 它可以自己做出决定了 于是就在尤利亚二十岁这一年 它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猫咪 这只小猫通体都是白色的 有一对尖尖的耳朵和淡黄色的瞳孔 它看起来有些凶巴巴的 形象更是微风凛凛 但是据尤利亚说 猫咪的性格其实非常温顺 总是跳进她的怀里向她撒娇 尤其喜欢被人抚摸 尤利亚和小猫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和小猫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 尤利亚每时每刻都在陪伴中度过 白天小猫喜欢窝在尤利亚的怀里 享受着免费的按摩服务 晚上就和尤利亚一起睡在床上 它们逐渐成为最亲密的家人 但就在小猫四五个月大时 尤利亚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一点 那就是她的体型越来越大 明显超过了普通小猫的体格 看着自己的巨型猫咪 尤利亚开始回想当时买下小猫时的情景 她并没有问清楚这只猫的品种 所以自然也不清楚它为何会越长越大 于是尤利亚决定带猫咪去看医生 希望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兽医的鉴别 尤利亚得知这是一只免阴猫 在猫中属于最大体型的品种 这也是它不断变大的原因 世界上最大的免阴猫 身长可达1.23米 在猫咪中的确算是巨人了 尤利亚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因为此前它还从未听说过这个品种的猫 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对猫咪的爱 当这只免阴猫1岁时 它的体重已经达到12.5公斤了 尤利亚带它出去散步时 所有的邻居都会把它误认为是一只狗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一只柴犬的重量也仅仅在9到12公斤 据说免阴猫的生长期很长 不知尤利亚的猫咪是否可以突破一下吉尼斯世界记录呢 其实拥有一只巨型猫咪 对尤利亚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尽管猫咪的体重不是一个小数目 尤利亚还是会经常把它抱在怀里 它不愿改变对待猫咪的方式 因为这是它向猫咪表达爱意的途径 它希望猫咪能感受到来自它的温暖和爱 只不过猫咪不能继续睡在尤利亚的床上了 它实在太大了 尤利亚在自己的床边 为它准备了同样舒适的小床 这样它们依然可以继续陪伴着入睡 尤利亚表示 不管它的猫咪会长到多大 它始终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宝贝照顾 真是一只幸运的猫咪啊 能够拥有这样从一而终的爱 希望它们今后也能在对方的陪伴下 享受生活的乐趣 但并不是所有的小猫都能找到一个家 还有数不清的小生命只能在外流浪 我们常常能在街道上草丛里 见到无家可归的小猫 但在瑞典 几乎很难找到被遗弃的动物 所以 当一个女人遇见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猫时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故事的主人公叫林斯坦 当她完成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后 决定沿着一大片草地散步 享受工作之余的阳光 但她不知道 这个决定将会改变她的生活 林斯坦散步的道路很安静 周围只有茂密的树林和草地 这是林斯坦沉浸在了大自然带来的安定与祥和之中 奇怪的事情也是在这时发生的 林斯坦突然听到草丛里传来了微弱的喵喵声 她慢慢停下了脚步 好奇心驱使她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 林斯坦开始在周围的草地中搜索 最终她找到了发出叫声的小家伙 是一只小猫藏在了茂密的草丛里 这令林斯坦十分吃惊 她环顾四周 似乎在好奇她的主人为什么不在身边 因为她从未见过一只被遗弃的动物 小猫的身上沾满了泥土 看起来有点邋遢 在她白色毛发的衬托下更显得落魄可怜 也许她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了 林斯坦陪她等待了一会儿 但并没有猫妈妈或者主人出现 只有眼前这只白色小猫 林斯坦十分喜欢小动物 她明白自己不能丢下小猫不管 于是她轻轻抱起了小猫 放在怀中带回了家 林斯坦家中还未养着两只小猫 所以她对于如何照顾猫咪很有经验 清洗完小猫的身体后 林斯坦确定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林斯坦为小猫准备了食物 她迫不及待地吃光了所有东西 看来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填饱过肚子了 就这样 小猫和家里的两只原住民住在了一起 三只小猫相处得还算融洽 但随着小猫的不断长大 林斯坦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这只猫似乎越长越大了 刚到家时 它还没有两个哥哥的个头大 如今已经明显超过了它们 而且它的生长速度很快 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林斯坦对于小猫的生长速度有些担心 于是她带小猫去看了医生 以确保一切正常 而不是发生了失控的现象 兽医为猫咪做了X光检查 在确定了它身体内部 没有任何健康问题后 医生向林斯坦解释了自己的发现 原来这只猫是一只免鹰浣熊 也就是免鹰毛 被称为家猫中的温和的巨人 这是因为尽管它们的体型巨大 看起来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具有攻击性 反而十分擅长社交 林斯坦听到后很震惊 要知道 这种猫可以卖到一千多美元 而自己竟然收养了这么名贵的品种 但对于林斯坦来说 小猫是它的家人 它也将给小猫更多关心和爱 而且拥有一只巨大的猫咪 也许会在生活中寻觅到 未曾经历过的乐趣 如果你拥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猫咪 你将会如何生活呢? 其实对于小猫而言 家的温暖和家人的爱是最珍贵的 如果下定决心要给小猫一个家 就要照顾它一辈子 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被真心对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